大家好,欢迎来到玉石坊 在讲秦汉时期为何要修长城那一期我们说过 他的全面修缮帮助西汉王朝加了一个极强的防御buff 但为啥有了他以后汉武帝还要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呢? 这场仗果真非打不可吗? 如果要打,又到底该怎么打呢?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要搞清楚这些事情,咱们得大致了解匈奴到底是个啥品种 历史上对匈奴人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 比如史记匈奴列传说,他们是夏后世之苗义 近代学者王国为先生则认为 匈奴的前身是周朝时叫做贤允,春秋时的戎敌部落 但无论哪种说法,到了汉代 这个成分比较复杂的族群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疆域辽阔 人口密度不高,但流动性较高的政权 它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打猎,游牧,还有畜牧 基本上靠牛马羊过日子 所以吃的东西以肉类乳品居多 也会因逐水草而居,偶尔抓点鱼 穿的也比较朴素 大都是靠动物的毛皮来做裤子长靴长袍风貌 根据现在考古发现 一些匈奴时代的部落仪纪里 也有部分穀物,甚至有穀仓 以及各种陶器、金属器具只是规模比较小 所以想在匈奴政权下生活 多数人不能指望有完整的农耕、手工、商贸产业链 那么哪里有呢? 很自然的,匈奴人就把目光描向了南方 公元前三世纪,野心勃勃的投曼禅鱼就曾带人来打劫 然后迎头撞上了秦始皇和大秦军团 实际记载,投曼不胜情,北喜 贾一在过情论里说的更霸气 是蒙田北驻长城而首帆离 却匈奴七百余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目玛 是不敢弯弓而抱怨 但是到了汉初这情况就改变了 投曼禅鱼被他的戴孝子射杀 后者继任了禅鱼之位 这就是莫读禅鱼 对于这种旅步行为 匈奴人咋看呢? 当然是觉得 哇,他好无盟啊 我们都跟他混了 在目独统治时期 匈奴版图获得了极大扩张 也出现了成体系的政治结构 从禅鱼网下分别是 左右贤网,左右古离网 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 左右大当户,左右古都侯 根据史记记载 这些人看起来是大臣 其实是一个个部落首领 手底下多得有万起少的 也有数千人马 所以这些头领手下 还会分别设置千掌 百掌,十掌等级别的职位 所以与其说 匈奴是一个自上而下 如笔食指的帝国 倒不如说 是一个游牧部落 按实力强弱排序 联合的同盟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铲鱼 得是最能打 能带大家吃肉的头狼 如果做得到 大家叫你一声 投曼铲鱼 如果做不到 就只能叫阿曼了 所以在这种结构下 截略南方的汉帝国 以其持有而架色 就不单单是经济需求 还有维持统治结构的需求 只要这两个需求一直存在 那截略只可能暂缓 不可能放弃 对于匈奴人的这种需求 汉朝方面不是没想过迎合 从高祖到景帝 无二政策 基本是对付匈奴的主要手段 我把这五条贴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总体来说 就是花点钱 不寒碜 万一匈奴人被房子 车子 票子 女子 位子给吸引了 满足了 那不就不用打仗了吗 这想法是挺美 但实际的操作结果咋样呢 确实 有一些匈奴贵族被成功腐化 但是 那只是少数贵族而已 大部分匈奴人的生活方式 还那样 动不动南下劫略 还是稳赚不赔 匈奴缠鱼 也不可能因为老婆的枕边风 就承担被手底下人 甚至亲儿子给射杀的风险 更麻烦的是 因为无二政策 让匈奴人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向外发展 甚至延伸到西域的绿洲国家 一手胡萝卜 一手大棒地搞定当地统治者 自己当上天龙人 每年吃上交的税收农产品和手工制品 扩起来的匈奴人 在给汉朝的文书上口气也越发不客气 天帝所生日月所致 匈奴大产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听听 人家拿自己当天帝日月的正宗产物 汉朝皇帝在他们眼里算个啥天子 这就让汉朝君臣破了大方 比如甲仪就大骂 说这叫天下方倒选 祖反君上守顾居下 陛下 你这个年纪怎么忍得下去的 所以 到了汉武帝时期 尤其是刘彻掌权后 一方面 国家都比鲤鱼皆满 而腐库于货财 太仓之素沉沉相应 粮食上有了底气 另一方面 种树皆相由马而牵没之间成群 也让汉朝方面觉得 可以打造一支 能跟匈奴比划比划的骑兵部队 但是 想打 能打 不代表打了就有效果 依靠战争 真的可以改变匈奴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吗 对于这点 汉朝方面在战争之前 也拿不定准数 支持派和反对派各执一词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战争从来都是一头吞金巨兽 那更别说远征草原了 那意味着漫长的补给线和巨大的后勤压力 再加上 匈奴人擅长 利则进不利则退 不休顿走的猥琐流风筝战术 让汉军人困马皮 即便打赢了 几方损失也不小 比如 从公元前125年到前124年 汉朝方面光军饷就花了20万斤斤 还损失了10万匹马 公元前119年 汉朝虽然打赢了 但也付出了数万士兵 数万匹马 50万斤斤的代价 代价那么大 为什么还要打呢 因为随着战争推进 汉朝方面发现 军事打击 确实能改变匈奴人 原先的无二政策 是想通过拉高 汉凶和平的收益 来让匈奴人放弃军事行动 但只要匈奴人还在那个经济环境里 农耕 手工 商贸 产业链不建起来 他们就始终缺乏物资 你汉朝给的再多 也喂不保所有匈奴人 但军事打击不一样 他没有拉高收益 而是堆高了匈奴人截掠的成本 我们在讲述汉朝为何要修长城 是说过 通过封碎 强体 杖城 边境 这一整套防御buff 匈奴南下劫掠时 如入无人之境的可能性 大大降低 他们但凡赶过来 高低都得吃我一套 滚木雷石 弓弩精致的暴击伤害再说 更重要的是 以往匈奴人打完 拍拍屁股 还能溜回去 顺带嘲讽一波 你过来呀 但随着汉朝方面改变策略 匈奴人发现 汉军真的来了 起初 匈奴人还能靠着风筝战术 打打公孙赫 公孙敖 甚至还一度俘虏过李广 但随着一个叫魏清的将领 横空出世 先后在上古 龙城 高雀等地 一次次取得胜利 战争天平 开始倾斜 汉军先是击败匈奴的 白洋王 楼梵王 收复了河南地 这个战略要体 然后从公元前125年起 不断派出多支军队 或牵制 或突袭 把兵风 深深扎进匈奴的势力范围内 等到战争发起的第十个年头 公元前123年 汉武帝派魏清指挥六路大军 从定乡出发 向北直击 漠南缠于大本营 再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后 一举兼敌万语人 这意味着汉朝凭借更扎实的底蕴 更丰富的人才 更坚定的决心 不仅适应了匈奴人的节奏 还开始把控战争的走向 也是在漠南之意中 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军官 仅带着八百人 在脱离大部队后 竟成功击杀了两千多名匈奴人 其中还包括匈奴铲鱼的叔叔和爷爷 这个年轻人名叫霍区碧 他将在此后的 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里 让更多的匈奴人闻风丧胆 让自己的名声 在华夏大地上传唱数千年 如果大家想知道 为什么从汉朝开始 人们就那么喜欢霍区碧 本期点赞破万 咱们下期和大家闹了 为了躲过汉军针对性 报复性的集中打击 匈奴不得不被迫改变 原来游牧畜牧的节奏 经常要把牲畜大规模集中起来 甚至不符合季节的迁徙移动 代价是 牲畜很容易挨饿挨动 甚至因为大规模聚集而传染疾病 导致游牧的人群也跟着遭罪 据汉书记载 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失忆 就这还是躲过了汉军的追击 要是没躲过呢 如果被魏清逮住 清则斩首2300级车资畜产全部没收 众则不服听者三千一十七级 驱马牛羊百有局外 如果碰上的是霍区兵 那清则杀折兰王 斩颅和王瑞汉这诛 只婚姨王子及相国都尉 结颅首八千九百六十几 众则捕获五王 王母缠于燕之 王子五十九人 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结首颅三万二百 一大家子几乎团命 这让匈奴方面意识到 南下截超 不仅收益少 风险高 可能连命都保不了 通过多年的运动战 追击战 匈奴的人口 生产财富 都受到了极大冲击 甚至连原先 大家驾愣着 蝉鱼当头狼的政治结构 也发生了改变 比如 元首二年 霍治病取得了 河西战役的大胜 匈奴蝉鱼很生气 想要追究主管西县防御的 修徒王魂爷王的责任 这俩王一看就知道 蝉鱼是要拿他们开刀 可能还要顺带 吸收了他们的部落 老NTR了 眼瞅着跟蝉鱼混 没好果子吃 魂爷王干脆带领四万余部族 向汉朝方面 献上了法式军令 对比原来生活在 是位还是货 是货躲不过的阴影下 成天担惊受怕 现在一投降 反而有了统战价值 终日悠然自得 这投汉一念起 一刹那天地宽 越来越多的匈奴人 开始意识到 强攻硬弩或许不是办法 能歌善舞 反而是条出路 于是 当初把南下劫略奉若 归虐的政治模式 悄然转变 在匈奴和汉军 王对王 将对将 激情中门对军的时候 草原上原本被匈奴 压着打的其他游牧部族 也终于有机会 翻身把歌唱 支愣起来了 单独对抗匈奴的胆子 他们没有 但借着给汉军打下手 取匈奴而代之的胆子 他们有 而且还很大 单单本使二年 乌孙昆比就派出了十万军队 从西边配合汉军 协助汉朝取得了大胜 当然 战争 终究是战争 无论收益多高 汉朝方面总还是付出了不小的损失 光是一场末北决战 出征的战马十四万匹 而后入赛者 不满三万匹 北方各军也随着一场场战争 买股边疆塞瓦 之后数年 汉庭也无力扩大战果 九步北击湖 只是相较于这惨重的代价 从宏观角度上 汉兄之战更大的意义在于 当汉军在卫清 霍区病 李西 苏建等将领的指挥下 砥砺前行 当微微长城 重新树立在汉家北京 当大汉铁气 支持龙西将之改为梁州四军 当霍区病大破匈奴 在狼居须山上祭天风里 经历了数十年韬光养晦 几代人心情耕耘 每一段长城 每一把弓弓 每一匹骏马 每一位勇士 都在用实力 告诉侵略者们 一个刻入骨髓的道理 我们已不再是雷弱的 要靠和亲来卑躬屈膝的民族 敢犯我华下子民者 虽远必诛 当清史翻过两千余年的岁月 今天的我们 早已远离当年的刀光剑影 古脚争鸣 但这份宝为亲人与家园 守护故土与文明的初心 相信 仍留在无数华下儿女的心中 也贯彻在如今的各行各业